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被求的保罗同兄弟提摩泰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所有的保罗书信当中 菲利门可以说是一本最特别的书信 因为这一封信是专门写给诗人的一个信函 虽然提摩泰书虽然提多书也是属于诗人的信函 但在这些书当中也都很清楚的看见在处理教会的问题 特别只有在菲利门书 他专门针对性的只有在讨论一个主人跟一个奴隶之间的问题 而且更特别的是我们发现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是站在奴隶的一方 为奴隶来发声替奴隶来讲话 甚至成为奴隶的一个担保者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很快的可以看见保罗书信的一个特色 也就是当时罗马社会在写书信的一种方式 书信的一开始自我介绍 问安 祝福 书信的结束再以祝福来做一个结束 菲利门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形式 菲利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 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一个真实的平安 弟兄姐妹当我们打开报纸 打开新闻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见什么 ISIS的恐怖攻击事件 尾巴两国的战争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北韩不断的飞弹试射 当我们打开社会媒体新闻 看见的是人与人的杀害 打打杀杀打架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见人跟人之间 很容易就有这些冲突 很容易有这些纷争 轻则打闹杀害伤害 重则可以看见了很多的战争 在这里来发生 人间的苦难因为天灾或许是有限 但因为人为的这些的伤害 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屠杀 1096年到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 1941年的希特勒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以及两次的世界大战 以及在台湾社会 1947年所发生的尔巴事件 在这些大型的伤害 或许我们现在不常见 但相反的我们也看见 人在社会当中许多的伤害 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伤害 这些原因在哪里 因为人们没有真实的平安 人们之间没有真实的平安 基督徒见面的时候 常常会互相问平安 成为我们的开场白 但我们也非常的清楚 人所给的平安是暂时的 人所给的平安是有限的 人给的平安是很容易 因为环境的影响来改变 唯有神所赏赐的平安 唯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 才是永远的 上帝没有用一堆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相反的他是以实际的行动 将这个平安带给人 让人能够感受到 神同在的那一份平安 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他成为以马内力的神 也让我们感受到那一份平安 第一节保罗一开始这样说 说他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从这个很简单的书信当中 提到了四次保罗在监狱里面 包含第九节第十节 十三节二十三节等等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 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 所写的书信 我想大部分的信徒 我们没有做过监狱的经验 但我们从更生人的分享当中 我们可以听见 那样子的生活 是环境非常的恶劣 把你关在一个小小的环境当中 吃喝拉撒睡 都在同一个环境 这样子的环境下 你能够感受到平安吗 保罗在这里 来对非利门说出这个真实的平安 所以我们看见真实的平安 不是因为环境 不是因为你所在的那个处境如何 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发现 恩惠与平安不是在于环境 乃是在于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当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同在 当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充满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真实的平安 愿真实的平安 在今天临到你们的生命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谢谢祢 祢将平安赏赐给我们 主啊祢所赏赐的平安 不是人人所给的 主啊祢所给的平安 是一份永恒的 是一份永远的 愿这一份平安常与我们同在 也愿这一份平安 进入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 让我们口里所说出的平安 不是虚假的 乃是透过耶稣基督 所传讲的平安 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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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